商鞅的立幕为信 春秋战国时,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。 当时处于战争频繁,人心惶惶之际,为了树立威信,推进改革, 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, 并当众许下诺言,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,赏金十两。 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, 结果没人肯出手一事。 于是,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了五十斤,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, 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斤,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, 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, 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,最终统一了中国。